Hello 大家好 这个礼拜终于又见面了 我想的是经常都是坐在椅子上 大家也都坐烦了 我们就坐地上 大家想象一下这都是绿的 我们坐在草坪上聊天 对吧 这也是绿的 都是绿的 这种感觉是不是 就顿时更加放松 春意盎然了一点了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又见面了 所以先赏个点赞和投币吧 我们就直接开始 第一条要讲的就是 很多人说老杨 为什么不说苹果绿屏 会不会你们有PY交易 就是你们这些果区 这要讲一下 我这用的是12mini 对吧 我这个没有绿屏现象 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在黑暗的一个环境下 你把屏幕亮度调到很低 你去在微信和QQ里 它会有这个现象 这个是在OLED屏幕 在一些PWM和PMW调光 它在低亮度的情况下 会有一个OLED的材质 会有一个Mura的Mura 应该都读Mura 还读Mura这个的现象 所以这个更多是一个软件 或者说是一个系统的色彩方面的问题 苹果完全就可以跟微信 或者QQ 或者换句话来说 苹果在系统里面 就可以去强制性的 用一种Gamma的方式 或者去Mura 直接把它调成黑的就完了 因为大家知道 无论是AMOLED屏幕 还是什么样的屏幕 它都会在 尤其在低亮度的灰色的屏幕下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不均匀 包括什么绿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术特性 你要说苹果有没有锅了 有锅 它软件没调教好 它完全可以规避 但是如果你是厂家的话 如果人家来找你 就这个退货 其实作为苹果这个厂家来说 它肯定不愿意的 但你怎么说了 这个只能说我们国产的这些厂商 通过一些软件的 或者是完全苹果可以找微信 或者怎么去做一些调整 只是系统上面的 或者软件上面细微的调整 就可以干掉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实际的结果了 具体怎么样了 还要再说 当然有些网友批评 那华为绿屏知识换机 苹果绿屏不能换机 就是双标 这个话 你要说从用户感知的角度 不要这么说也行 但之前华为绿屏更多是 因为它屏幕数字上面相对确实可能有点问题 而苹果这个更多它的问题是在这个系统和软件调教层面的 所以这个问题也不能说给它洗地吧 这个咋说呢 我觉得这个被放大了这个问题 或者被跟风的被骂大了 本身问题没那么严重 可能下一个系统版本就解决了 下一个要来讲一下就是M1芯片 有人把它伪装成这个iPad Pro 然后跑分跑成了112万分 安兔兔 这个雷老板年夜下令 安兔兔加班改这个跑分机制 开个玩笑 然后目前M1X 就是下一代的M1 就M1的下一代 可能叫M1X 有可能叫M2 应该是在明年年初的这个MacBook Pro 16寸上面首先用 包括这个iMac上面也应该会用 然后据说是八大盒加四小盒的这个一个配置 更多是桌面版的一个应用 所以有可能真的像苹果之前说的 这不是有可能吧 这从这个技术路线图上来看 三年内它应该会全部换成这个Apple的这个Silicon的 Cineton的这个芯片 然后我觉得这个针对的来说 就不只是说英特尔你比较差了 比较挤牙膏了 一点一点的挤 它可能是针对整个Windows加英特尔联盟的 就是对苹果来说 它这个软硬件整合之后 它所针对的不是说英特尔吃垃圾 而是说在做的 包括你这个软硬件整合的Windows加英特尔的这个阵营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一个宣战 这个要去看具体的后面会怎么样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后面的芯片还是比较期待吧 但是我还是意见很大 比如说我们最近可能想买一个那个Mac mini Mac mini里面 它为了用老模具 就在我看来有点太不求上镜了 就是里面可能有一半都是空的 它为了轻库存 它完全可以把Mac mini做得小一半 但为了轻库存 中间宁愿它全是空的 因为苹果在我看来 它已经进入到一个 就是我很厉害 我就是像老大爷一样 我悠着起 你不买我不行 这种感觉对我来说 我是很讨厌的 我更希望它是去努力的 去把自己的一些东西 能改的地方去改一点 包括我们很快要发一个iPad Air的一个评测 我之前在发布会上觉得iPad Air是挺惊艳的 但是直到我们小伙伴 他们说老杨 这个iPad Pro 这个2018款的官换机来了 你比较一下 我一比较 就是性能上升级了 120Hz屏幕 四阳升级 阉割成双阳 甚至后置的闪光灯都被阉割了 其实完全就是一样的模具 边框还更宽 所以我觉得苹果的这种刀法精准 真的是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一点 让我觉得 它好像在PUA我 就是说让我知道你很好 但是又耍一些伎俩 反正我还是希望苹果不要这样 不知道这个库克老爷子也快退休了 不知道会不会以后的产品线 或者一些会发生变化 怎么说了 可能对于苹果来说 现在实在是太没竞争力 就太没竞争对手了 我觉得我倒是很希望国产厂商 小米也好 华为也好 OVA 三星也好 索尼也好 能有更有产品力 就更能打的产品出来 来逼一下苹果 OK 大家一起都打的 打一打 这个产业才会更繁荣 有一些更好玩的 更对我们用户友好的 这种体验革新的东西出来 下一条就是 要讲的是华为 这个26号华为新生社区 就发布了一个叫荣耀送别会 然后在里面讲要和华为展开正面竞争 做华为最强的竞争对手 要干干华为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荣耀离开华为之后 后面的路会比较难走 因为没有了华为 尤其是说一些芯片 这些在情怀纽带上会被做一些切割 然后 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又会在 我身边又被朋友圈又被刷屏了 有些这种微信的营销号 又把这个写得非常的那种 什么风潇潇溪溢水寒 壮丝气不复还 又跟这种家国情怀又绑在一起 又怎么怎么样 首先我觉得这个发言是比较有水平的高峰量级 但是这些营销号的这些文章一出来 哎呀 又激起了我内心的那一点 小小的不舒服的感觉出来了 就是你可以很好 但是那些营销号 在我看来这也是人血馒头 就是拿这些家国情怀去渲染 怎么怎么样 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也是人血馒头 我不是说那个 我是说营销号 不要误解 下一条我们来讲 这个小米 小米这个事办的就 有点那啥 就是小米所谓的叫清和大学副校长 这应该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组织 叫王梅 俄梅山的梅 这个人应该是在小米集团来说 相对来说是一个忠诚 其实他说的完整的话是 未来得屌丝者得天下 得屌丝者得天下 这句话不是他先说的 可能在几年前我就听过 到时候把P2P放一张照片在这 我不记得是谁说过 得屌丝者得天下 但他后面还有一句 得年轻人得天下 后面还阐释了小米要做高端的东西 但是但是互联网时代 尤其是大公司 包括就是一些公众人物发言要非常谨慎 这是为什么我经常说话会 有一点拐弯抹角 就是怕额外的被断章取义 尤其是这种 但是呢 作为小米来说 这个话被截取出来之后 确实有很多米粉觉得 内心受到了冲击 就是说你他妈赚我的钱 你还要骂我是屌丝 屌丝这个词 我们男生主要是男生 我们男生可以自己形容自己 我就是个臭屌丝 你看上我啥了 对吧 但是不能你说我是屌丝 这个性质不一样 这个可以用来自嘲 但不能用来说别人 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然后其实话说回来 就是对于小米产品来说 可能小米的产品 很多我们用户来说 也比较怕被标签化的 就是别人口中说 用小米的就是屌丝 我们肯定不赞同 但是这句话会让有些不明 所以就是被断章取义 看到这个的人 或者叫大众的情绪 会对小米有一种厌恶感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只有请辞 只有请辞 他没有别的选择 在此之前 我觉得小米在这种营销上 是需要找一个 小米在北京 你可以拉着清华或北大 或者人大的新闻传播 这种相关专业的研究所 甚至我觉得 我都能干这种事 开个玩笑 就是对他的一些发言 一些公开的一些用词 进行一个风险的自我筛查 比如说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是刘亦飞还是谁 那个是小米 红米什么10什么 什么pro啊 那个机制叫十和双镜头 他那个镜 还那个用的是什么词 还有后来的这个 这个长城说可以拍女生宿舍 还要拍什么裤裆什么的东西 哎呦 我就觉得这些事情 怎么能干得出来吗 在我可能是我们文科生 不太理解女科生 可能有些女科生在觉得 这是一个戏谑的东西吧 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个会伤害情感 会对品牌有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损伤 这个是实话实说 当然了 与此同时了 24号小米公布了 Q3季度的财报 而且上了热搜 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连续三季度增长 然后第三季度总营收 722亿元 而且超了预期 Q3季度的这个全球销量 进入了全球第三 第一好像三星 第二华为 第三小米 苹果销量 苹果是赚钱 但它销量并没有那么广大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觉得苹果难用 这是真的 可能觉得苹果很难用 就我用苹果吧 我还是带半带忍着在用它 OK 没办法 它的iOS生态 包括 没有办法 尤其是它录像吧 怎么讲 然后呢 红米LOD9系列发布了 这个性价比 是很高的 但是换句话来说 红米T30U 性价比也挺高 我觉得它这个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呢 就是HMR 这个1亿像素 而且拍照 用时更短 包括它999的 这个6000毫安的电池 也是挺香的 这个具体的 我们要 我们自己会买来做个消费者书 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体验到底怎么样 比如说HMR 有没有翻车 或者怎么样 下一条我们来讲 这个其实跟汽车相关 因为我们很多同行 都掐了这个饭 小鹏P7 鹏E版 这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 怎么讲 有这种 像 还是挺好的吧 三十几万就能买到 但是对我来说 我可能不会多做考虑 我们数码全后的说 这种科技爱好者 更多都是买了Model 3 但Model 3用了这个 磷酸铁锂电池之后 好像也爆出来 比较多的问题吧 还是具体看 还是等那个 特斯拉的这个 叫4680吗 这个大电池 到后面 续航能够 再上一个台阶 不希望能够买到一个 可能是我对磷酸 甜蜜电池有偏见 但是我不希望买到一个 可能在某些地方 有收水的 这样一个差异化的产品 就好像自己买手机 买到周冬雨屏幕一样 sorry 没有恶意 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下一条 我们来讲什么呢 我们来讲 蛋壳公寓爆雷 就在我们镜头后面 现在站着两位小伙伴 一位了 他们两位都上过镜 这个个子长得高高瘦瘦的 这位了 他心坛的女朋友 就是蛋壳爆雷了 好像一次性造了一年的房租 对吧 一年 然后 他才住了三个月 对吧 就将近两万块钱 就被跑路了 然后房东又赶他走 那这个呢 有些租户跟房东拔刀相见 有维权无门 有跳楼 租客 跳锁 蛋壳 其实有点两头坑了 对吧 这个矛盾是非常激化的 那目前来看了 这我要跟大家多讲一点 就是 第一 从这个 因为居住权 包括你的这个租 租赁权是在先的 如果比如说你租了房子 房东要卖 租赁权是在先的 所以这个了 从权责上来讲 其实 房东应该找蛋壳 或者去起书 或者怎么样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些很多年轻人租了蛋壳 他的居住权要受到保障 因为你房东委托给蛋壳了 对吧 你要完全要赶他走 从法理上来讲 房东是无权这样去做的 当然 其实都没有错 错的是蛋壳 可恨的是蛋壳 但是 从法理上来讲 如果你是房东 你只能认栽 或者你去告蛋壳 或者你去寻求法律解决 但这个比较 只能说都是受害者 然后第二个呢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找房子 从来不会找这种什么长租公寓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找房子的诀窍 非常好用 我找房子找了十几个了 因为我这么多年折腾自己住家办公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所在小区的 比如说 假设你在这上班 你要找父亲一个小一个交通方便又怎么样的 你可以先确定你大概住哪两三个小区 然后你去那个小区找物业物馆 或者找看门的大爷 如果是物馆 他正规的给你开发票或者怎么样 你给二分之一个月的房租 半个月的房租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会 他们就在这儿 他们会能保证这个是房东 不会是什么怎么去转租或者有多少问题 第二如果像我之前租的是老小区 那我找看门的这个大爷 我只需要给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月租金就可以了 而且因为你在这儿租房 你给了物业 给了他们大爷好处之后 他以后还在这儿了 他有些社会会稍微照顾一下你 对你的居住体验也是有帮助的 这是我找房子的窍门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希望这些年轻人 就是大家找房 其实现在割韭菜就像他一样 就像韭菜一样 我们就是韭菜 甚至我们连韭菜都不如 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干电池 因为韭菜你不能割生了 割生了它就不长了 对吧 你还要怎么去给它耗肥去养护它 干电池是什么 需要你的时候拿来用 用完了扔到垃圾桶 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我刚刚讲的租房方法还是比较适用的 就大家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试 这样的话 一时物业 他会知道房东什么的房源有保障 二个未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照顾到 我就觉得我这样找到的房子 包括跟这个物业 他们的大爷都相处得很愉快 知道吧 这个跟大家做个分享 希望对大家以后找房子有帮助 OK 那 蛋壳其实这个整个规模没有那么太大跟之前PTP爆雷的相比 所以很有可能大家最后或者无论是房东还是说租客就能追回多少权益了 这个不好说 或者周期太长 怎么去理赔 这个都不好说了 下一条我们来讲这个上个礼拜上了热搜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数字鸿沟的问题 因为两个事件 一个是一个老人可能很大年纪了 就是用现金交医保还是社保被医保被拒了 当时也可以告知可以让亲戚帮忙或者怎么样 然后最后是带缴了 还有一个是为了激活社保 94岁的老人被抬到银行进行人人试试 这个问题我怎么说了 就是这个数字鸿沟在我们这个新闻传播学领域叫信息鸿沟 又叫媒介鸿沟 数字鸿沟怎么说了 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他甚至没读过书 甚至不识字 你让他用手机或者什么去交费 包括这个叫健康码都是很难实现的 包括早年农民工他要都实现网上化了 他要去抢票 没法抢啊 又甚至很多农民工就是不认识字啊 他们想回家 结果你放票都在网上放 他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 它存在于什么时代了 它存在于这个技术工具 飞速变革 但是又是在一个代际变迁的时候 代际之间就会呈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于看我们一周报的观众的节目 节目的观众 是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的 因为第一我们读过书 第二我们对技术的掌握能力会相对好一些 所以到我们老年的时候 比如说再过50年60年 大家再来看一周报 我们可能老的都走不动路了 都毛都掉光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用手机这个还是可以的 所以看这个数码科技节目 看我们还是有好处 我们这个矛盾可能不会那么太尖锐 除非那个时候又出现了什么量子 可能你动都不用动的怎么样 就在那边就完成了 那我们可能还要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这个接受能力相对好一些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应该算是互联网移民 我是93年的 小时候没接触电脑 对于年龄后来说 它是互联网原住民 而对于8070甚至更老一辈的人来说 他们是互联网的器名 丢弃掉 抛弃掉的器名 所以说谈到这儿我还讲一个 就之前给我们上过课的 清华的这个老师叫沈阳 就沈阳那个城市那个名字 沈阳 他的微博应该叫新美沈阳 他提出一个观点 叫面对这样的数字鸿工 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 叫数字反哺 feed refeed还是怎么样 英文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作为年轻的这一代 对于我们的长辈 应该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 这我要讲一个事 就是我外婆去年下半年去世了 但是我外婆不认识字 她是有那个癌症 叫大网膜癌 就是腹部和这儿 应该有个网膜 然后在她去世前半年多 我外婆不认识字 也没用过手机 智能手机 根本别说可能不愧 然后我就从我们这个 比如数码逃了一个官话 拿一份6 只给我外婆装了两个东西 一个微信 一个抖音 我大概花了将近两天 把我外婆交汇了 因为大家要知道 其实在农村 包括很多时候 老年人跟这种待机之间 其实没有多少共同女人 陪伴他们更多的 因为老年人睡眠又少 更多的就是漫长漫长的孤独和黑夜 因为子女要挣钱 没办法长期在身边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外孙 我觉得我很欣慰的一点 就是在我外婆癌症晚期 到最后半年多 将近一大半年吧 她能天天对着抖音刷起来 甚至到要走了 前几天都能这样刷起来 有效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还知道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 我觉得 至少她没那么痛苦 没那么孤单吧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有长辈 尤其是祖辈 可能像我们这种 90 或者有些大哥 老朋友 都80后 如果你的祖辈 不会用手机 我觉得你给他们 下一些短视频 抖音也好 快手也好 什么的 最简单的微信 教会他们 别的都不可以不用 微信就是他们想自己的儿子孙子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可以试着去抢红包 或者说跟家里人打打视频 那抖音他们也不需要怎么 或者是短视频 不一定是抖音 不然还觉得我是给他推广 就滑一滑 我觉得就挺好的 就挺好的 不然真的 尤其对于我们的祖辈 一般来说 当我们20多岁的时候 我们的祖辈 至少都六七十 有些可能更大一点 或者有些疾病就容易 就走掉了 所以有些事情千万不要等 要花点耐心交一下 一定要交一下 下一条呢 我们来讲这个 讲个啥呢 下一条 没有了 讲完了 好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 点个赞 或者你有什么意见 你不同意我的 也可以批评我在里面 但是不要骂我 我们何而不同 要把君子何而不同 然后 投个 也可以了 转发一下 或者怎么样 好了 这周我们还是聊了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 都能好好的吧 自己的 因为2020年 太多的事情了 所以希望大家 包括身边的亲友 都能好好的 然后自己 能尽一番责任 能尽一番心 你把它做好就好了 因为生活不容易 可能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个世界是 比较虚拟化的 有一点的东西 虚拟化的感觉 我越来越相信 这个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种刚中之老 所以大家 还是过得开心一点 把自己过好 对吧 然后 说不定了 说不定这个游戏 这个世界的游戏 可能再过个几十年 它就当机了 对吧 但是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相对好的生命体验吧 不要留遗憾就好 好了 那我们下周六晚不见 拜拜 拜拜 放入冰箱